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开午并不是去拜访真相 而是你内在真是清醒了过来 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 今天今夜和我一起 你将会拥有所有诗歌的源头 韦德曼 他刚刚和我列举了 在他灵修的旅程里面 很多很多的层面 他现在正在等着我的回应 希望我赞同 甚至乎是赞下他 但是恐怕我会令到他失望 我实在不是很愿意 去打破这个年轻女子的希望 但是这个是我的工作 因为我是一个开午者 我将一只手伸出来 一只一只地数 我说 那你之所以做这些事情 静心 祈祷 唱诵 练瑜伽 食素 参败一些开午的人 捐钱给绿色和平 捐钱给国际特赦组织 阅读灵性经典 静化自己 禁欲 等等这一切 你做这些事情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女孩 只是很沉默地看着我 就好像答案 明显得不用说 但是这个答案 我必须要说出来 我要将答案 摊在他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检视 让我们 可以用自己的脑袋 去试探一下他 他还是不太相信 我竟然要跟他说一些这么明显的事情 所以 他说 是啊 你知道的啦 是为了灵性成长的嘛 我想 我要 你知道的啦 是要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 能够更加深刻地去爱 而且你也都知道 可以这样可以提升我的振动 你知道我说什么的吗 我很仔细地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 我问他 你震动些什么 呃 是 频率啦 我想 你知道的 提升我的意识层次 我想可以去触及到 呃 我内在的自我 我的更高的自我 我想更加敞开我自己 去接受那些 无所不在的神性能量 哦 几好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蛤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说 你一切都为了什么 为什么你想要提升你的层次 你去速球 和闯开你自己 要闯开些什么 速球些什么 你知道的 是为了灵性的嘛 呃 是为了开悟 哦 是吗 就是为了这一样东西 你是想要开悟 是不是 他不停看着我 好像 这个是一个脑跟急转弯的问题 但并不是 这个是我首先应该问的问题 你正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 这条路将会通向哪里 如果你知道 你就会成功 如果你不知道 就不会成功 这个不单只是动听的言语 这个是法则 是啊 应该是吧 我又露出了安慰的笑容 我跟他说 好好 所以 你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要开悟 达到灵性上面的开悟 我可不可以这样描述 是啊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好 那我们首先用几分钟谈一下 看一下 可不可以将这一件事 搞得清楚一点 你觉得灵性开悟 是些什么 那个女孩 睁得眼睛大一大 但是现在 她那对眼 就流露着很多的困惑 在没多久之前 这个 是一个根本不需要问的问题 但是现在 就变得 不是那么清楚了 就好像神 神的意识 合二为一 你知道的 是合一的意识 是不是 来我这里求道的人 经常都是这样 他们会表现到 好像一个学生一样 而我就好像一个老师 我永远都不太确定 他们为什么要来 又或者什么时候会走 整个过程 都充满着满足 和挫折 我说话 他们聆听 他们发问 我回答 我发表意见 他们 又有谁知道 他们最后会做些什么 我说的话 如何被接受 又或者离开我的嘴唇之后 会变成什么 并不是一件 我可以控制的事情 我纯粹只是说了一句话 仅此而言 言语 就好像歌曲一样这样流动 宽慰了我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而不断闹头 面上保持有兴趣和接纳的表情 就是他的工作 我专注于说话 我专注于我的言语 让他们可以更贴切 更适合地表达出我的理念 如果我的说话 在他的心智之中 好像算盘子一样互相碰撞 劈拍一声 令到他宽然开朗 那固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 我知道并不会是这样 不过 我都可以接受 Krish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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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是无法再缩减的东西 亦都是无法再缩减的东西 我在他的表情里面看得出 和他说完这些东西 一点用都没有 我错了 有一本博家梵歌 就放在我们之间的那张桌上 我很随意地揭开了它 希望可以找到一段 符合我正在说的 这个主题的章节 这一招每一次都很有效 我满怀感激地 将一段 Krishnah 所说的说话 读了给他听 我是时间 是世界的终极毁灭者 来到这里 准备毁灭所有人 无论你继续攻击 还是会停手 两军队治之中所有的战事 都将不复存在 我沉默了起身 等这段说话 这么丰富的内涵 一波一波地冲冲着我 我的心里面充满着感激之情 我心想 实在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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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前的这个年轻女 不断闪头 她正在从她可以了解到的层次 来理解这些字句 她知道 这句话 是灰斯娜和亚洲娜所说的说话 亚洲娜这位强而有力的战士 曾经放下武器 没有发出开战的信号 因为如果发动战争 大地必然会成为朝土 她自己的家人也会化为灰准 这个女孩知道 灰斯娜对亚洲娜揭露真相 令到她明白世界是如何展开 她也知道这段对话的结尾 也就是博家凡哥的结尾 亚洲娜的迷惑将被驱散 她会发动战争 这一切可能就是她可以理解到的东西 我不认为她会觉得自己 就是那个在博家凡哥刚刚开始的时候 困惑到无法行动的那个亚洲娜 我不认为她会将开悟 和直接体验实相的无尽形貌 或想等好 我不认为她知道自己的生命战争即将展开 她即将发出信号 点燃大火 烧毁自己的世界 看着这个年轻女 我知道 她完全不清楚这条路 会通向哪一道 我一直微笑着地跟她说 合一意识 是很正的 个女孩看起身 好像松了一口气 我又继续跟她说 神秘合一 宇宙合二为一 直接体验无限 自幅 狂喜 可以望到天堂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超越言语所可以形容的一切 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 哇 个女孩突然间叫了出来 这个女孩叫做Sera 她很年轻 二十岁出头 而我刚才 正帮她按着了 她拥有的所有的灵性按钮 如果我是她的师傅 那这个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死火了 这个念头令到我有点不寒而律 那女孩迫不及待地说 是啊是啊 就是那些东西 但是 那些并不是开悟 我兜头淋了一盆冷水给她 那女孩有点失望 哦 我又继续跟她说 当你开悟的时候 不是你会到达那里 而是那里会过来那里 开悟 不是一个要你去拜访 然后令到你无比怀念 尝试要回去的地方 开悟 不是去拜访真相 而是你内在的真相清醒了过来 开悟 不是短暂的意识状态 而是永久地了悟真相 达到恒久非二元的国志 开悟 不是你从这里出发 去拜访的一个地方 这里 才是你从开悟那里 过来拜访的地方 例如说 我自己已经开了悟 就在此地 就在此刻 我不被妄念 和自我所牵本 虽然 我好幸运地 有过几次神秘合一的体验 但目前 我并不处于那种状态 我亦都不打算再去体验 没有人能够处于 永恒致福的状态 Sara 那些 只不过是某一种的广告词 呃 蛤 她又试图想说些什么 我又继续说 我现在正想要做的 是令到你回归原点 你就好像其他人一样 走向了一个方向 但开悟 是在另外一个方向 现在你要搞清楚自己 到底想要些什么 你是要不生自力于追求 神秘意识的体验 还是要觉察你的存在真相 她又用了几分钟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 说出了令到我佩服的答案 Sara她说 我想 应该要搞清真相 这样先会比较合理一点 如果不是 做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思 尝试按部就班好一点 一旦我搞清楚什么是真实 我其实还是可以尝试 去到达那种合一的意识 是不是 我好欣赏地笑了一笑 然后说 哇 你答得很好 没错 先搞清楚什么是真实 然后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顾麦伦她的答案很坏 但是我知道 Sara 其实并没有像她所想的那样 去做出决定 我们不可以好像 选喝汤 还是吃沙律那样 从了五真相 和神秘合一当中 二选一 事实上 我们完全无法选择开悟 反而 比较可能选择成为开悟的受害者 就好像被巴士碰到一样 Ajuna 也就是Ajuna 她当日在早上起床 并没有期望 会看到灰斯那的那个宇宙形象的出现 她只是在那天工作很不顺利 然后 就碰到宇宙的灵光一燃 所以现在 我要把那个波 踢回给Sara 我跟她说 所以 你学了那么多和灵修有关的V宏东西 是因为 你有一个特定的目的 是不是 她说了 我又继续说 你想要在灵性上面成长 慢慢接近神 上天堂 开悟 大致来说 你就是想要这样 是不是 她又说了 看起身 依然有点困惑 我又继续说 总而言之 你正在那儿移动 正在那儿前进 是不是 你朝着一方前进 远离另外一个方向 她又说了 我又继续说 大致来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 不是吗 大家 都是走向某个地方 离开另外一个地方 她又小心翼翼 很谨慎地说了 好似 我准备会满她一会儿 不过 很明显我真的这样做 我继续说 Sara 我希望你做的 是明确地告诉我 你正在那儿离开什么 又向着什么事物前进 慢慢想 不用急 你可以想象 你正在利用着 你通向一个什么地方 以及你正在离开什么地方 这两个元素 你去制定你的个人任务宣言 Sara Sara似乎对我这个想法 觉得有少少恐慌 我安慰她说 嘿 不用担心 我只是想更加仔细地看看 你想去哪里 离开什么地方 这一道不是天文物理学 只不过 是以最经济的方式 来规划你的飞行路线 听起来 不是很难 是吧 我想应该没有吧 这一道不是比赛 只不过是生活 没有终点 没有赢价 也没有输价 你也可以想想这一点 这些全部都是相关的 过几天再来找我 让我知道 你想了些什么出来 Sara就好像其他日一样 在相同的错觉之中很努力 大致来说 她相信有些东西是错的 而她可以修正 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有错在哪里 如何去修正 这就因人而异 但共同的模式是一样的 但是 事实上 并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的错误 没有东西曾经错过 也不会有东西是错 甚至乎 认为某一东西错了 也不算错 错误这件事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就如同阿力山大波普所写的那样 有一个事实很清楚 存在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错误 就是会存在在人类主观的判断之中 而不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 要令到这一场人生戏剧 永远地进行下去 错误这个概念 绝对是关键 它和分离的幻象 和自由意志的确定性 同等地重要 戏剧需要冲突 没有冲突 出戏就不好看 如果没有东西是错的 那就没有东西需要修正 也没有事情需要去做 不需要去测量高山 或者深谷 不需要获得财富和权力 不需要养育下一代 不需要创造艺术 不需要起高楼 不需要发动战争 不需要创立宗教和哲学 不需要撩牙 我又继续和Sera说 相信有某一件事错错 对人类来说 是一件火烧后烂的事情 但当然 错误并不是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人类本身 就在内在建构着某一些 和错误和正确有关的认知 饥饿是错误的 食饿才是对的 禁肉是错误的 播种才是对的 痛苦是错误的 欢愉才是正确的 等等 这些都是生理上的指令 只是在生理范畴有效 违反的话 就会越来越不惜 甚至乎会死亡 那生理范畴之外的错误 又存在在哪里呢? 答案相当明显 不存在在任何地方 但如果生存 就是需要戏剧元素 去令到他一直都很有趣 那他就需要冲突 就需要想方设法 加入人工的错误 也就是加入恐惧 恐惧虚空 恐惧内在的黑洞 恐惧非存在 恐惧无我 对无我的恐惧 是所有恐惧之母 其他的恐惧 都来源于此 不管是多微小 多琐碎的恐惧 在他的核心 都可以找到 对无我的恐惧 所有的恐惧 最终 都是恐惧无我 我又继续问Sarah 所谓的开悟 是否只不过 是把双手张开 一下就跳入那个 无我的深渊里面 Sarah 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不理恐惧 戴上了怎样的面具 都是驱动人类个体 和整体的原动力 简单来说 人类 是以恐惧为基础的生物 我们 可能很想说 自己是理性 和情绪并用 左右脑互相平衡 但是 这个并不是事实 我们主要被情绪所驱使 而主管我们的情绪 是恐惧 我看到他这个时候 有点迷惘 我问他 好不好玩啊 其实当我 要那些学生去界定 他们正打算前往 和离开的地方的时候 并不代表我需要知道 那些细节是什么 又或者 我要那些学生自己去厘清 我只是想他们 检视一下 自己目前的方向 因为 如果命运或者天意 令到他们来到我的面前 听我说话 那这些人 可能马上就要面临剧烈的转向 而这一切 都似于 一个离开目前行道的欲望 Sarah听到我轻描淡写 关于恐惧和错误的独白 这番说话 一部分 是为了他好 一部分 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知道他究竟可以理解到多少 但是听下也无妨 而对我来说 这些就是我搞清楚事情的方式 藉由把事情表达出来 我就可以由此学习到 我要说些什么 和应该怎么说 我并没有因为开误 而得到所有的知识 所以 我如果想了解某一样事物 然后再把它教给其他人 那我自己 就必须要搞清楚 Sarah 她很想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 所以她问 我 那我应不应该继续静心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这样跟她说 她听完之后 似乎松了口气 其实对开误来说 她有没有静心 有没有食欲 或者有没有捐钱给慈善机构 还是偷了他们的钱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但我知道 今天的一直话 已经令到她有所动摇 今天的课程目标 就是令到她知道有生的方式可以思考 何为开误 如果我太快想要解除她既有的错误概念 那只会令到她 回到印度教 基督教 但现在 我就好像一个 住在自己宫殿里面的王子一样 我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拿起过的锤子 或者去倒垃圾 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要做一个王子 只不过 一不小心 就变成了这样 当然 这些事情对你来说 你都不会太介意 在来来往往的求道人之中 Sarah 并不算特别 她来的时候 并不是一无所知 所以首要的任务 是令到她放开那些 她一直拿着不放的东西 哼 是一切的事物 她的意见 她的道德观 和她最珍惜 和最執着的信念 简单来说 就要令到她放开她的自我架构 她的假我 来到这里的人 没有人会像一个空杯一样 等着被注入身的知识 而由于这里所有教授的知识 几乎一定会和他们原有的知识 发生剧烈的冲突 所以第一件工作 就要令到他们准备好 进行一次大改舍 这栋楼里面 随时都会有大概15-20个学生住在里面 他们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和我聊天和打杂 这些人来来去去 还有大概100个学生 是上五校的 也就是不在这里住 他们并不住在这里 他们有时间 又或者想过来的时候 才会过来 可能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而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会过来搞个花园 摘一摘地下室的电线 准备野蛇 帮忙扩建一间屋 和其他人聊天 用游七游客的墙 送礼物过来 吃东西等等 这里的状况就是这样 人们来来去去 而大家似乎都很习惯 这种生活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春日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 太阳西沉 日头已经没有那么热 一阵微风 就好像波浪一样吹过草地 这一个 是一个可以满足地坐在这里的时刻 我很安静 沉浸在这个时刻的完美之中 我很佩服Sara 也有相同的感觉 一样静静地坐在这里 或者至少没有用言语 去破坏这个时候的气氛 最后 时间吞噬了这个时刻 我很感激地目送着时间的离去 有一条小伙子伸了个头出来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开餐 我闻得出 这次也是一个吃齋的人煮的 有人送了个餐盘过来 上面是一碗白饭 一碗黄豆汤 一些印度的香料 和一对筷子 一闻到这种味道 我就知道是Sara他煮的 我急着很想吃 我一路吃 一路看着 由夕阳展现出来的那种 意想不到的粉红色 然后 粉红色 慢慢变成红色和金黄色 所有的魂 都沾满了这些色彩 将整个天空 营照成为灿烂的天堂 跟随着百日消逝 我在想 就算现在要我死 我也都无憾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到 我还有一本书要写 我还有一本书要写